在天堂里可以跳得很高 拖片来源 Adobe's Talk 编着暗冰死体验现象和研究 使人们窥视到灵魂和其他时空的存在 神经外科之父 Wild Penfield 曾指出科学在灵魂研究领域的无奈 是否有这种事 像人类与上帝之间的沟通 还有 是否有一种万元的能量 可以在人死后进入人的思维 这个由每个人自己去决定 科学对此没有答案 那要人类要打开生死之门 探索灵魂的奥秘 时要是正确的探索之路呢 本文摘一字 梅尔文 莫尔斯 Milving Mors M D 医生的接近光界 Closer to the Light 译书 决定生死的按钮 八岁的Michelle 因一直感觉不好 以及严重的定向力消失 被他的妈妈送到急诊室 在护士取了尿样后 他就变得没有反应 并且很快进入昏迷状态 他的血糖水平在医院里 创下了最高纪录 他身昏迷了好几天 苏醒后 他讲述了在昏迷时 他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并且需要以按按钮的方式来选择他的命运 在他回复了的几个星期之后 我在儿童医院的伴公室里询问过他 他不想谈他的婚姻经历 当我问起他 在医院时是否有特别的适值的记忆 他耸了耸肩膀 害羞的避开了话题 知道我给他止汗 比来秒外所发生的事实 他才开始放松 并且谈到他记忆中的死亡门槛 他说当他失去知觉时 感到非常的恶心 汗头晕目眩 突然 我漂浮在我的身体之上 并看着我自己 有两个医生正把我挪到一架搬架上 推向一间屋子 他们都是女医生 我觉得很可笑 当妈妈带我来医院时 我就不舒服 并且头痛得厉害 但是当我漂浮时 我感觉很好 他的妈妈当时在场 告诉我这个故事远不止这些 但是他又 一次不想谈这件事 我又给了他一张纸 并说如果他愿意的话 可以话所发生的事 他真的那腰做了 当他用笔画穿白衣裳的人时 他开始讲述他的冰死经历的第二部分 Michelle对这次经历感受非常强烈 他埋着头 慢慢地讲他的故事 我躺在某个地方 在我后边有一群穿着白衣裳的人 他们都在与我讲话 在我前面有两个按钮 一个红的 一个绿的 穿白衣裳的人不停地告诉我按红色的按钮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按绿色的按钮 如果我按了红色的按钮 就回不来了 我按了绿色的按钮 我就逢昏迷中苏醒过来了 我并不知道为时要红色的按钮 是坏的 但他就是因为我还活着在这儿 这件事包含有冰死经历的几个要素 有一个要点 那就是他离开了他的身体 他能够提供他在苏醒过程中所发生的详细的细节 像仪器的位置和屋子里的人数 这样的细节Michele都能精确地描述 另一个冰死经历的核心要素是 他也必须决定返回他的身体 事实上 在我所研究的儿童案例中 50%的需要为回到自己的身体 做出选择 对Millel来说 是按按钮 对于其他人 是被问及是否愿意回去 另一个孩子告诉我 在心脏手术后 一个穿白衣裳的女士逗他 并且设法让他跟着这位女士 走在一条长长的人行道上 当走得很累时 他决定回来 在所有的事例中都存在一个事实 神志清醒地决定回来 在成人案例中 仅约20%的病人 做出这样清醒的决定 Michele看见穿着白衣裳的生命 是另一个核心要素 他把他们描述为医生而不是光样生命 当我问他为时要认为他们是医生时 他回答说他们很大 穿白衣裳 我很害怕他们 尽管他的解释不同 但是具有所有的冰死经历的要素 在天堂里可以跳得很高 马克的故事是众多吸引人的冰死经历之一 这是由于他的独特的年龄特征决定的 当时他才九个月 当然这 个经历是到他三岁时才告诉他父母的 他的有关回忆之所以吸引人 有两个原因 一是绝大多数人在他这个年龄不可能形成明确的记忆 二是马克的父母不断地告诉他所经历的心动停止 当马克九个月大时 他患了严重的细枝气管炎 送入急诊室的时候 他的心肺功能已完全丧失 医生对他进行了四十分钟的多方抢救 并且拯救了他的生命 大多数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后会留下智力衰退的后遗症 但是马克却没有 自从跨过了死亡的门槛 马克完全康复了 并且生长和发育都正常 马克第一次向人提到他的冰死经历是他三岁那年 当时在一次圣诞节表演后 他说 在两年前的那次冰死经历中见到的神并不像剧中的那个演员 我看见了医生和护士对我的急救 然后我飞出了这间房子进入等待室 在那里我又见到祖父祖母拥抱着哭泣 我想他们认为我会死 随后马克又看到他看到一条冗长黑暗的通道 如果没人帮助的话 在内爬行是很困难的 他不能说是谁在帮他 在镜头透着的一丝光亮鼓励着他向上爬 在通道的另一头 他进入一个充满光明的地方 那里天使在原野奔跑 当他谈到这些 仿佛这一切就生动的在眼前 在天堂里可以跳得很高 附带提及 吉他病人也像我做过同样这种描述 而且可以全无阻碍的飞跑 一个天使过来问马克是否想回家 他说不 但是天使告诉马克他必须回去 将来他还会回来的 马克直到五岁 马克的医生从他身上取下治疗气管软化的导管之前都能生动的回忆这段经历 这以后记忆才渐渐消失 我认为取出气管导管可能给他一暗示 他不再处于死亡的阴影中 所以记忆消失 现在的马克是一个幻想着有一天成为临床医生或运动教练的健康少年 开始人们都怀疑马克的故事 正如一个同僚说九个月的孩子爬向天堂 难以想象 迄今为止 关于九个月的婴儿是否能记住他的冰死经历的回答是肯定的 研究显示 人产生学习和记忆能力的年龄比我们相像的早很多 一个研究报告显示 出生七个月的孩子在观看了肯腰组装玩具的录像带后 能够产生学习记忆并组装同样的玩具 作为对比组 没有观看录像带的孩子则没有这种能力